奉主耶稣圣明,我们来学习基本信仰第一条。 我们上次提到我们的基本教义,为什么我们要学习教义。 那我们的基本教义第一条就是有关于耶稣基督是真神的。 我们的赞美词里面都有我们的信条嘛。 那我们现在再把第一条讲一次,再读一次。 第一,信耶稣戏道成肉身,为拯救罪人待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升天,他是人类唯一的救主,天地之主宰,独一之真神。 第一个基本信仰说:"Jesus Christ, the word who became flesh, died on the cross for the redemption of sinners, resurrected on the third day, and ascended to heaven. 我们十个基本信仰一开头都是信。 就是每一条的第一个字都是信。 我们就是相信,接下去耶稣他是做什么。 他的工作,这个前面就是救赎。 第二部分就是他真实的身份是谁。 所以我们之前已经提过信心的内涵了。 有五个层面的嘛。 大家不知道还没有记得,我们上一次所谈过的。 最开始就是信心,就是知识性的信。 你听到,你有一个知识,了解。 第二个就是你参与信的,你就像尼哥底姆他信,认识耶稣之后,他就来跟他谈论。 第三个层面就是你现在接受,领受他的信息。 领受表示说我们接下去会在生活里面来实践的。 那下一个层次,如果在生活里面,你这样练习之后,你就会变成生命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得救本父恩因着信。 所以在恩典里面,那个信心会越来越深,就是根基会越来越深。 那最后就是那个,遵行会去传扬的,就是我们现在教义这样说,我们就会去这样子宣告,然后做宪证。 然后要让众人都一起来遵行。 所以在上次我们提,有一个经节,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 那个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章的第十二节。 第一章十二节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是他权柄作神的儿女。 第一章十二节,第一章十二节。 接待他,接待他,信他名的人,他就有权柄作神的儿女。 那现在是有权柄呢? 好,那这个教义我们说,其实是从使徒跟长老他们传出来的。 也就是说,这个是跟生命有关系。 这个信仰是关乎我们的生命的。 那使徒学书第十六章,第十六章的第四节跟第五节。 第十六节说,他们经过各程把耶路撒冷使徒和扎定的条规交给门徒遵守。 于是众教会就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加增了。 那这里就看到信心坚固,人数增加。 是怎么样?他们遵守这个条规。 这些指导,他们就可以没有疑问地这样执行。 今天我们对教会的基本信仰是要印着信,就是真的是信,然后照着去遵行。你就看到他的不一样。 这就是我们在这个信条里面,我们的基本信仰里面,他的每一个字都一直强调到信。 你要有信做开头,记下去这内容,你就要这样子做。 那在遵行当中,如果我们去遵行,我们的信心会增加。 看哥林多后书第10章。 遵守很重要的,你今天如果相信之后,你会遵守,会照着做。 看第15节,第10章15节。 哥林多后书10章15节说,我们不仗着别人所劳碌的分外夸口,但指望你们信心增长的时候,所良给我们的界限,就可以因着你们更加开展。 信心增长,境界就开展,教会就扩张。 好,那请再看哥罗西书第2章。 第7节。 哥罗西书2章第7节。 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激的心也更增长。 这里说,信心坚固。 那圣根建造,所以是遵第6节前面说,我们接受主耶稣基督,就当遵祂而行。 这个就是活出来,遵行祂的教训。 那最终的目的,我们今天学完这个基本信仰,其实目的就是要能得救,我们不会被这个异端邪说假师父假先知影响。 那我们今天在读,在查稿基本信仰,其实很重要就是要有圣灵的带领。 你看主耶稣,他就特别强调说,他会是圣灵,保慧师。 他圣灵有一个很重要的功用,就是让我们想起主的话。 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26节,保慧师, 父因我的名所要拆来的圣灵,要将一切的事主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 这里已经提到说,这个圣灵要印着耶稣的名,要跟主耶稣求。 然后他要把一切的事情指教,就是会让我们明白这些道理。 然后他说他要叫我们想起来,他讲过的话。 那第十六章,约翰福音第十三节就说,他要引导我们进入真理。 进入表示说要活出来的。 就是说,我们今天明白之后,我们又知道怎么样实践,然后要怎么去应用。 所以我们就看到主耶稣他当时候,特别跟门徒这样子应许。 那其实在五行节之后,他们也真的经历说什么叫做想起耶稣的话。 你看,教会建立之后,在十六节第二章,他就马上记录一件事情。 第二章的第四十节,我们知道这个就是五行节那天,三千人受洗了。 然后第四十二节,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破饼祈祷。 这里有四件事情嘛。 第一个就是遵守使徒的教训。 第二件事情就是他们彼此团契。 破饼就是他们互相分享。 第四件事情就是祷告。 第一件事,最重要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遵守使徒的教训。 他们那时候,他们那时候已经主耶稣升天,找升天去了,不在了。 彼得他们一介绍耶稣基督, 然后就告诉他们说应该怎么办。 悔改,洗礼,领受圣灵。 然后接下去,他们就遵守使徒的教训。 那时候没有主耶稣的教训。 主耶稣也没有留下任何的记录,当时候给世界的人说有录音啊,有著作啊,有什么都没有。 甚至连那个图像也没有啊,没有一个画,说耶稣就长这个样子。 所以你现在看,不要被那个其他教会骗了,你不要把那个主耶稣的那个样子把它放成,哦,耶稣就长这个样子。 主耶稣他当时候真的没有留下任何的这些,我们今天说可以掌握变成历史的证据,然后说,哦,你看这个无价之宝,没有,他没有任何东西。 他留下什么? 他留下他生命的见证。 他留下他这个教训给他的使徒。 然后他降下圣灵。 好,让门徒就了解。 好,现在圣灵一降下来之后,现在他们将主耶稣所讲过的话,经过圣灵的感动之后,他们把它讲出来。 他们讲出来的话就是跟得救有关系的了。 所以二章的第37节,他们问说我们怎么办。 那彼得他就直接讲啊,就是要这样子啊,你要赦罪洗礼啊。 然后领受圣灵。 那之后,这个就是一个重新的开始,这个就被人被称义了。 这就是使徒他们真的是想起主耶稣所讲的话的。 好,那接下去我们就看到新耶圣经,就是这些使徒们他们的教训。 主耶稣所有的东西都是由这些使徒们有传出来的。 然后慢慢的,当使徒们他们后来这些写的文字,包括保罗彼得他们写的东西都被人家收集起来,变成新耶圣经,我们现在看到的东西了。 然后教会,你看现在教会建立起来的,它的根基是什么? 以无所书二章第十九节,二十节。 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耶稣基督自己为防脚石。 那这个就是使徒跟先知的根基,就是他们所传出来的主为书的教训。 使徒先知他们不是讲他们自己的理论。 他们是先领受主为书的福音教训。 然后他们现在在圣灵感动底下,他们建立教会的时候,他们所讲的这些应该要遵守的。 那这个就成为教会的基础。 那也是我们今天生教会,我们要复兴使徒时代教会的基础。 那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这个教育的来源。 就是从圣经里面出现的。 并没有一些过去的一些历史上的教会的这些传统和包袱,或者是任何说被更改过的这些道理都没有。 好,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如果把这个信的重点把它总结起来的话,就会看到说,为什么我们需要有教义这个问题。 有人说这个教义是好像一个规矩,一个规条,是不是捆绑人。 有人觉得说我信耶稣就好,为什么要信教义。 其实是错,今天我们如果信耶稣的时候,你一定会看到使徒的教训。 这个就是最初教会的根基。 我们现在就是要重新把这样一个会最原始的信仰把它复兴起来。 好,那接下来谈耶稣了。 因为他接下去信耶稣。 所以第一个,他的那个对象就是耶稣嘛。 我们再看清楚,第一个内容就是信耶稣是道成肉身。 道成肉身的耶稣啦。 好,那所以这个耶稣啊,这个对象啊,我们最后,我们说他的结束就是独一的真神。 耶稣最后就是独一的真神。 那现在这样的一个信仰本身,跟一般的基督徒就有点差异了。 因为他们跟我说耶稣是儿子啊。 他们一直在强调说要父子圣灵。 为什么我们在我们信仰的对象,主耶稣基督身上,一直都没有谈到父也没谈到子这个问题。 我们知道主如扎在出现以前,马太福音第一章二十一节,那个使者就特别跟约瑟说这个儿子要把他取名叫耶稣。 因为他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 然后第二十三节,他说,啊,他说这个就是要已经应验这个先知所说的话了。 这是以赛亚先知议员的那个同女怀孕生子,她的名字要称作以马内利。 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那现在最让我们有时候不能明白的就是说,在新耶的时代我们看到了这个神的名字,就是我们都是用耶稣了。 但是在旧耶,我们没有看到这个名字啊。 那我们倒是一直都看到耶和华这个称呼啊。 那如果是要谈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很多次这个神就没有名讲,而且还问说,为什么要知道我的名字? 我们在读出埃及记的时候,第三章摩西问神。 摩西问神说,你的名字是什么? 那神是怎么回答? 他说我就是自有拥有的。 我就是自有的神。 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那自有的打吧,我来的。 那这个名字,如果你继续看下去到第15节 第15节,神又跟摩西说,你要这样说,我就是你们祖宗的神,亚伯拉人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 然后他说,他祷告我到你这里来,主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 那这里,我们中文就要用作耶和华这个名字,这个称呼。 其实,你如果读英文,现在都已经改成主。 那这个主,你的父的神,祖神,祂这个是我的名字直到永远。 其实这个就是,如果从希伯拉文,他去查的话,那就是YHWH嘛,四个子音而已啊。 祂基本上是没有办法发音啊,因为祂是子音,没有母音啊,你发不出来。 那其实神就说,我是。 那这个就是祂的本质,神的本质就是祂是自己的就存在的。 知道永远。 那现在,在历史的演技里面,他这个神,他当初自我介绍这样的一个名字呢,就被用这四个符号去取代了。 当时候神跟摩西讲,他一定要有一个圣音讲出来嘛。 不然摩西怎么知道,他要怎么去跟人家介绍。 这是从神讲出来的话。 那所以摩西去讲的时候,他们一定知道,哦,这是这样子。 他的重点就是,这个神就是祖先的神,亚伯拉安的神,跟亚伯拉安,以撒、雅各显现过那个神。 那其实我们如果从这个名字本身去把它看嘛。 因为到马太福音主位书来的时候,这是主位书自己说他的名字,这个耶稣这个名字。 耶稣这个名字的那个历史,你这样可以查,因为他这个是用希腊文写的。 那如果是把希腊文再把它搬回去希伯拉安呢? 其实就是耶稣亚。 那我们说的耶稣亚,其实又看你是用亚伯拉文的,还是用希伯拉文,又不来一样。 耶稣亚的名字是在《苏埃及记》第17章,我们第一次看到的。 耶稣亚是那个摩西的助手啊。 后来又成为摩西的继承人,带领以撒的百姓进迦然地的。 那这个名字,其实你如果用希腊文去把它翻译的时候,就是耶稣。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他们其实这个本来是爱,如果从希腊文直接,他一开头的那个字不是爱的。 所以是耶稣。 如果用希腊文的发音就是耶稣。 那耶稣亚的那个名字,亚伯拉文,其实也是,你如果用亚兰文跟最开始的希伯拉文,他的说法就是,我们说是亚伯拉文。 但是他们如果是希伯拉文说,亚伯拉文,就是耶稣亚的,我们的中文其实蛮像的。 And in fact, if you pronounce the name Joshua in Hebrew Aramaic, it's Yahshua. 那这个就是,耶稣亚是什么意思? 这个希伯拉文是可以看得到的。 What does it mean Joshua in the Hebrew language? 就是神的救恩啊。 It means the Lord saves. 神是救恩这个salvation. Or the Lord is salvation. 那你如果看,天使说要把这个孩子启名叫耶稣的时候,他说这个就是要把他的百姓从罪里面救出来的。 And so when the angel appeared to Joseph and said that the child would be renamed Jesus, he was telling him that this child would provide salvation。 这就是要拯救。 That he would come to save the world. 其实这个就是后来使徒他们,主耶稣应该是说主耶稣他自己强调他这个名字就是父的名字。 那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主耶稣说。 第十一节,这个名字是父的名字给他用。 所以其实是父的名字,父跟子的名字是一样的。 那这个名字后来使徒他们就明白了,他明白他这个名字到底有多重要吗。 当主耶稣跟门徒说你们出去传福音,那个受洗要奉父子圣灵的名。 好,那使徒他得圣灵之后,他一起讲的时候就是奉耶稣的名习里。 那所以这个耶稣这个名字就被用上来了。 要设罪的。 要领人离开罪恶。 要得到权柄。 好,那后来使徒经典第四章,那时候彼得他们就强调说这个是天下人间唯一的名可以靠着得救。 所以这个名字,耶稣这个名字就变成独一无恶的。 他的名字就是我们天下人间唯一这个名字可以靠着得救,而且是会彰显权柄,会让魔鬼顺服的。 在旧约的时候,以下撒加利亚书的时代就已经预告。 你如果看撒加利亚书第十四章,第十四章,第九节,主必作全地的王,那日主必为独一无恶的。 他的名也是独一无恶的。 这个主的名字是变成独一无恶的。 好了,那现在跟使徒他们所讲的耶稣这个名字是一致的,是符合的。 那这个名字,你如果后来在保罗他的理解里面。 看菲利比书第二章。 保罗他很知道他自己是耶稣的门徒,他是被奉召的。 他在第二章第九节这样说,神把耶稣升为至高,是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 第十节说,叫一切在天上,地上,地底下,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 现在,所有人都无不口称,每一个人的嘴巴都称耶稣基督是主,然后是主,然后被给护神。 那这个就是,你看,看到天上的这些圣徒,是活物,是二十四位长老,被救了,你看,他们在呼唤哈利路亚,在赞美的对象。 所以今天这个名字,这个名字其实是一开始就启示出来的。 孩子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就说要先订这样子。 我们今天奉耶稣的名洗礼,不救。 我们今天做什么事情都奉耶稣的名行事。 那我们设罪,你看,设罪,或者是要互相饶恕,也都奉耶稣的名。 你看那个约翰一书。 约翰一书二章,第二章第十二节。 约翰一书二章十二节。 小姐们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的罪记着主名得了赦免 那所以其实我们如果,你在看旧位时代,他在讲这个主,他在用亚威,后来又用亚威,YHWH这个字眼 其实不是说神的名字有改变的 而是在这个救恩的眼镜当中,到最后当主书来了,他要把这个名字显明,为了要执行赦罪的时候,这个名字就很重要,一定会出现 这是主耶稣自己再出来宣告的 那旧位的时代,这是一个影子而已,摩西要知道,神说我这事有拥有 亚哥也要问神说你叫什么名字,神说你何必问啊 不要告诉你啊,对不对,他走了啊 因为时间还没有到,他不要让你知道了 那那个以赛亚先是议员说有个孩子来,要来要来 然后他只是说那个名字叫做以马内利 要跟我们人同在 所以这个就是天上的神现在要进入人间里面 要实际上在我们当中出入来往 这个就是现在这个以马内利实际呈现在我们当中就是耶稣道成若神 然后撒加利亚先知就一直意告说,你看,其实在其他先知书少之下,撒加利亚书也在讲到有个耶稣亚,一个大祭司耶稣亚 那这个耶稣亚,其实你如果按那个文字上来看,主耶稣亚跟耶稣亚,它是一样的名字啊 And really, Joshua in Hebrew translated into Greek, it's the same name, it's Jesus 耶稣亚,主耶稣亚,他有一个身份就是大祭司 他在撒加利亚的预言里面,他就是这个角色 那个在希伯来书里面就看得更清楚 那个就是今天耶稣基督,他这个超乎万名字上最重要的人间最重要的名字 好,所以今天主位书这个名字,我们既然明白之后,我们就要非常珍惜,也要小心地用它 主位书基督把他这个名字展现出来的 祂是自有拥有的 那约翰福音第17章26节,我们看一下 第17章,约翰福音17章 17章26节 你看主位书他是这样说的哦 26节 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要在他们里面 这个主位书说,我已经把天父你的名指示他们了 第6节已经讲一次 你从事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显明给他们了 第11节 他说,主啊,求你因你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 现在各族各方各国的名被神所选招人,最后都要归在耶稣基督这个名下 那我们之前已经谈过,在约翰福音第8章,第13章主位书就说,你们若不信我是,就要死在最中 所以耶稣基督说,你们都不相信我是,那是自有的那个神嘛 所以其实主,祂一直强调说,祂的身份 好,那现在主耶稣他这个名字 有的时候,然后他说,祂就是道成若生的 那其实我们如果看圣经里面的这个安排 即使是耶稣福音他是先说道成若生之后,他才会看到,后来才会显明出那个名字嘛 他先告诉我们说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那事实上是因为耶稣福音在写的时候,就耶稣的福音都已经,其他三个福音都已经写了,已经在流传了 那时候他们都已经在奉耶稣的名字洗礼了 可是那时候就是有人不相信说,这个耶稣到底是真的神吗,还是只是一个人 约翰福音,约翰就是从道过来讲 他从主耶稣最起初的那个神性讲起来 他是天上的神 进入人间 他跟我们人一样 现在要有一个名字来分别他跟世人的差别 所以这个名字接下去,他说,这个就是父的名字来的 那所以现在耶稣这个名字跟道神肉身要合在一起 好,那现在就是这个道的问题了 我们要了解,要了解这个神啊 约翰福音就特别想要这个道 这是神的话 对不起,我们现在应该要,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如果有关于耶稣这个名字,大家如果有想要提问的时候,是可以这个时候问出来的 如果有任何人有任何问题,请请请请请请在这段时间 好,我不知道有没有人问,是不是我看 啊? 有任何问题吗 这里是什么 全部都可以取得到的 如果有任何问题 如果有任何问题 要讨论的话,请 用打的吗,还是 也可以打开麦克风,然后直接问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请请请多按摩,点击自己,请请点头 所以我们有任何问题 但是那没有问题吗,没有错误 好,那如果没有要问的,我们就继续 那其实我们如果有疑问的,你也可以送个email 你也可以送个email到hillsboro at tjc.org 那我们负责人有得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会回答 and if the council members receive your questions, we will respond I think Brother Joseph may be trying to ask something Go ahead, Brother Joseph That's me, that's correct, and Pastor Ho is here as well Okay, in general, okay All right, I've got a question I think I'd like to discuss with Pastor Ho privately You know, privately, the reason is It's not easy to discuss in the public Okay Okay, yeah Is it okay, Pastor Ho? Yeah Can I discuss with you privately? 可以,是的 好,谢谢 Yeah, so why don't we wait till after the session and then if you could reach out to Pastor Ho you can have a private conversation Is that okay? Thanks, Brother Joseph All right, thank you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进入这个耶稣寺道成肉身这个问题 So we're going to talk more about how Jesus came to the flesh 道,我们知道一开始神创造天地万物都是用化 So when God created the heavens and the earth, He created it through the word 神说,所以一开始的创造都是神说的 When He spoke, the world was created 那所以创世纪一章,第一章从头到尾你就看到神说 然后就成就了 事实就这样子 And so in Genesis chapter 1, it repeatedly says God said, God said, God said, God said And then the world was created 那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三节 因着信 我们相信 因为借着神的话,诸世界就这样因着神的话造成的 And Hebrews says that because we have faith in this That God through the word created the world 神的那个,祂的权柄 其实不只是创造,祂还维护我们这个次序的运转 And God's power is manifested in this, His almighty power 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一章第三节是说 诸世界借着祂的话造成 一章的第三节 第一章第三节又说 耶稣基督,祂是神荣耀首发的光辉 是神本体的真相 常用祂全能的命令拖住万有 所以祂这个全能的命令,我们中文用命令,其实祂是话,神的话 那这个就是权柄,祂的话创造有,而且还让它运作直到最后 那接下去,神又对祂所造出来的人说话 那接下去,神又对祂所造出来的人说话 你看神跟亚当说话 那说话就是给祂一个命令 那祂所造的这个人是有祂的形象的 第五章,创世纪五章的第一节 他强调说神造人的日子,是造自己的样式造 那这个人是祂的儿子 所以你看,祂又赐福,称他们为神 然后就给他们命令,所以说分别善于树上的果子,不要吃 他现在跟人很亲密,讲话 所以祂可以到伊甸园来说,你在哪里啊,跟好像好朋友 然后接下去,你看人被骗,犯罪,然后神就宣告他的审判 好,那等到以色列百姓出了埃及到西南山下的时候 神用他的话颁布了他的诫命,律例典章 这里面有慈爱的信息,也有原力的宣判 那在信息时代,使徒他们曾经听过神的话 主耶稣受洗从水里上来的时候,天上有声音说 出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 好,那主耶稣在那个变茂山上的时候 那个使徒彼得他们三个,他也听到那个天上的声音 这是我要听他,这是我的爱子 那这个都是神他的用人听懂的话讲出来,宣告 好了,那等到,你看等到主的这个选民再跨你的时代 他现在又借着他的仆人把他的话语传出来 比如说,神就直接跟摩西说 明书记十二章 他就说,我是面对面跟他讲的 口对口把他的话传给他 第六节 十二章六节 如果是其他先知,神用异象在异梦当中跟他讲话 但是摩西不是 第八节说,我要跟他面对面说话 明说,不是用谜语 那这个就是那个神的话直接放在人的嘴巴里面讲出来的 所以接下去,你看那个先知 先知就一定要用这样的形态说 主神如此之说,这是神说的 就好像我们之前读以西节书 以西节书他一定这样讲 主神这样讲 这都是道神的话 现在这个话要成为实际上的 其实不只是在旧一世代 他是话讲完之后 一定要把它变成文字写下来的 所以像那个神告诉耶利米先知说 你要把那个话写下来 那以后人就可以读了 这个就是说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些圣经 就是神吩咐他的仆人说要记下 那神自己又写实际 所以实际,我们说是神用指头自己写在实际上的 好,所以神的话写下来就是明文的 可以查的 但是如果应该死板等一下会摔碎,不然也不见 现在最高境界的这个话就是耶稣基督 所以主耶稣基督,你看他是道成肉身 那这一个,他所建设的这个教会 他应该是说他先选招他的仆人来传讲这个信息 他接下来这些门徒要把他那个道表明出来 要把他这些信息把他记录 所以耶稣主要是这个道,不然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 不只是耶稣基督本身,而且又包括他现在留给我们这些话 圣经又来见证耶稣基督了 那现在就是我们今天信的基础了 那我们当然要相信啦 我们要愿意遵行啦 所以这个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 他现在这些信息我们现在看了以后 你就会发现说他是跟我们的生命有关 好,我们下个星期再继续啦 耶稣基督道成肉身 好,那那个经文从约翰第一章 我们下星期才来看几个字眼来看明白说 什么叫做这个抽象的这个话要成为人 好,那我们今天的那个课程就到这边结束 我们一起来祷告结束 接着我们现在准备们看到了 祝如何祝周 祝边祝 neutr金 祝你客人 使 fått取改的内容 谢谢煞